自6月1日起,全国将实行一窥一袋 届时,上海交警也将针对骑行电动车部戴头盔的现象进行教育执法 几乎一夜之间,原本罚人问津的安全头盔成为了大家眼中的香薄薄 中青社记者注意到,无论是线下实体店还是线上网购平台 头盔价格明显上涨或翻倍,甚至出现了一窥难求的现象 5月21日上午,记者在上海著名的小商品市场浮游路市场进行探访 经一路打听,终于在市场东侧找到了销售头盔的店面 只见前来此处购买头盔的批发商,络绎不绝 店主告诉记者,目前头盔确实出现了缺货和价格上涨的情况 零售价格已上涨5倍,协议是一天一价 我去年就开始卖了,确实还可以市场上面每天一个价格 有些市场价格承受不了,我这批货进来就差不多慢慢就好了 因为价格实在太高,需求量有是有,但是万一有哪天停掉了也不一定 不敢进太多,这批货进来也就差不多就好了 在记者采访期间,有不少零售门店的店主赶来此处进货 因其批发市场价低于淘宝价且有现货,成为了这些零售门店店主首选的进货渠道 不过也有零售门店店主对记者表示,不敢多进货,怕砸在手中 线上网购平台同样火爆,记者在某知名网购平台输入头盔关键词 按照销量排名,排在前列的店铺的头盔近期销售量都在一万个以上 而大部分店铺还打上了即将售清的标语,一些店铺更有规定称,每人最多限购五个 据了解,对于电动车骑行人员是否需要佩戴安全头盔 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中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有相关专业人士对记者表示,目前上海并没有处罚驾驶电动车不带头盔的法律依据 可以预见,上海对骑电动车不带头盔的查处仍将以现场纠正和教育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